目前宜蘭縣內 仍有一萬兩千多輛高污染的二行程機車 要改善空污問題 宜蘭縣政府跟環保署 要加速淘汰老舊機車 換購電動二輪車 最高有兩萬八的補助 另外也提供涉及南澳鄉 或大同鄉的二行程機車 換購電動二輪車等加碼補助方案 最高可補助三萬五千元 我們今年宜蘭縣政府 持續額外提供三千塊的一個淘汰獎勵 所以在一般的縣民 如果是純淘汰二行程機車 包含車體回收 總共可以獲得三千八百元的一個獎勵 原住民身份的一個車主 以及涉及在大同南澳兩個原民鄉 純淘汰我們也另外加碼 到五千八百元這樣子的一個金額 宜蘭縣府環保局表示 購車時間從今年一月起都實用補助 不過也有族人反映 原鄉機車充電帳據點還不普及 電動機車的硬體設施也需要改善 才能增加民眾換購醫院 充電帳少的話 我本身是住南澳 可是我就是上下班要接送小朋友 這樣距離到五塔的話會有一段距離 然後目前南澳就我們南澳7有充電帳 到五塔那一段的話都沒有 如果沒有電的話可能就比較不方便 目前國內唯一的一個重型機車 Gogoro的一個廠牌 它在我們縣內的大同加油站以及南澳的 7-11金玉門市都設有換電站 那當然縣政府這邊也還是會持續針對於廠商 這些電動車的業者來持續針對於大同南澳 來做相關換電站的一個廣布 環保局指出透過太舊補助方案 民眾可以有更充裕的購車預算 依自己的使用情況加購簡易充電器 來補足目前機車換電站不足的問題 原視新聞大陸宜蘭南澳採訪報導